各位观众 你是不是现在随便划个脸书就会跳出标榜AI腰股 标股特别通知等关键字的诈骗广告呢 去年平均每位台湾人因诈骗损失的金额高达约新台币37200元 在全世界国家排名第23高 为了强化打炸力道 刑事局积极与Mita Google等网络广告龙头业者合作 其实通报限时下架 光是今年第二季 Mita就已经下架超过4万则诈骗广告 Google也下架约1466则 此外刑事局今年以来也阻拦超过300万则钓鱼简讯 下架超过13万个涉诈骗网络账号 并停止解析超过25000个诈骗网站 努力破除台湾诈骗亡国恶民 而近来炸弃犯罪危害防治条例 洗钱防治法 刑事诉讼法 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等打炸新司法 在7月18日陈述三读通过 未来要通过公司协力 在源头防毒网络诈骗 提升打炸成效 避免民众受害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